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加油 哇 太陽已經西下了 已經被2085這個山頭擋住了 現在已經5點多了 那其實已經快到2085山頭了 不過我們現在上到這邊 有一個小小的平台 不是很大 比較適合當營地 那因為今天的落差比較大 今天從900多到現在1900多 所以我們今天爬了1000公尺 也達到我們規劃的目標 就是至少爬1000公尺 那明天要到蘭安堂 應該會比較快一點點 那現在後面還有人員還沒到 那前面先前部隊已經到了 那我們現在在整理營地 那因為今天這一條人線上 是完全沒有水的 今天我們是從俊大溪背水上來 大家背了1000公尺的高度 所以比較累一點 不適合再推上去了 不過在2085山頭 還有下去一點的地方 是比較大比較平 適合當營地 不過這邊也OK啦 希望明天能夠推到 然後人員林道應該就有水 就可以解決水的問題了 好 那我們就去渣營了 天是比較累了一點 太陽快要下去了 把握最後的視野景觀 來這邊拍拍照 來看看真的景噴得很棒 哇 從我們招營的地方 往下走一點點 這邊就有一個觀景台一樣的視野 非常的棒 可以看到整個萬蟲山 那最遠這一道就是甘酌萬山脈 就是這次我們無緣區的甘酌萬山脈 那尤其甘酌萬山脈裡面 最高最雄偉的一道山 就是卓舌大山 我們現在從這個方向看 非常的顯著 看它一個山體非常的龐大 非常的壯闊 尤其在卓舌大山上面 我們還看到有白白的積雪 這邊看到白白的 表示那邊的積雪還蠻厚的 那也許老天也是眷顧我們 如果我們這時候在上面的話 搞不好也是會蠻辛苦的 那會非常的冷 沒關係啊 下次總是會有圓上去的 那上面的話 視野是非常非常的棒 那在卓舌大山前面 有看到一些電塔 那就是丹大林道 就是台電的西電東宋的工程的高壓鐵塔 在這邊也都看得到 那丹大林道那邊呢 就是可以去七彩湖六順山的地方 我們出來這場已經種走了 差不多一個禮拜了 所以大家都蠻有默契的 跟大眾組一樣 所以我們到了一個營地 大家都是分工合作 很快就把這個營地 住宿的帳篷都搭好 都建置起來 那每天日復一日的工作 大家過得蠻快樂的 那待會一樣 還是要準備休息了 準備吃晚餐 因為明天要一段路要走 所以今天要好好的休息 雖然行程又陡又長 辛苦不在話下 但天氣晴朗氣溫宜人 又不必反覆過熙弄得一身濕 還找到個視野遼闊的營地 這一天畢竟是美好的 只是有心情看風景的 似乎只有賣歌 多數巷島營地一整頓好 馬上打橫 晚飯就交由兩位年輕巷島張羅 行程太長已經沒有青菜 也就少了炉火旁 挑挑剪剪畫家常的場面 一個多禮拜的訓練 年輕巷島煮飯也不成問題 巷島樂得輕鬆 飯後更是一夜無夢到天明 今天天氣很好 太陽一早就從中山馬登起 就照到我們住宿的營地 所以今天整個天空都是藍色的 那現在雲層比較少 紮營這個點就是在 2085峰前面的一個小平台 所以我們今天的路線 第一個就是要翻閱2085峰過去 然後下去以後再翻閱一座 2027峰 然後繼續就開始往上一直爬升 爬到大約2600左右 可以接到仁倫林道 那就是在金子山的山腰這個地方 那我們現在是東西巷在走 往西走 那接到仁倫林道以後呢 就會開始轉向往北 那就一路 就目標是到仁倫工作站的軟鞍塘 今天的路程在規劃上應該是可以到 應該是沒有問題 那加上今天好天氣的話會不錯 那在整個金子山東人喔 這邊最明顯的一座山頭就是2085峰 它看起來還蠻高聳的喔 如果你從遠處看的話它還蠻高的 那過去2027就比較矮一點 那整個仁邁過去街道的金子山就是 駿大山列 從駿大山一路明延過來 清水山、金子山都超過3000公尺 明延到最後最北的一座就是 3081公尺的西蘭大山喔 那我們這次到了蘭安塔以後 隔天目標就是要爬整個駿大山列 最北的一座百越就是西蘭大山 相信我們今天的路程應該會蠻順利的 出發 翻遠的0855峰 上課了啊 好 今天比較有力喔 今天大家比較有力 精神比較盛盛 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 只要一上路 尤其是艱困的上坡路 攝影組就會要求向導來首歌 東山大哥有求必應 明明是氣喘吁吁的路程 它依舊是生出丹田 唱得中氣十足 非常有感染力 本來已經有點腳軟的工作人員 喘氣和步伐都順著歌聲的節奏 走起路來好像也沒那麼吃力了 我們剛剛通過2085峰 2085峰並不會直接越過去 稍微小小的一個腰繞過來 爬的落差比較小 一通過2085峰之後 就會出現很寬廣的平台 這個平台非常適合做營地 那從2085峰到2027峰中間 這邊都是非常寬廣的平台 所以如果要走精子山東冷下來的話 或回去的話 這邊是可以考慮當作一個休息站 或者說在這邊輸營 那唯一的問題就是這邊沒有水 所以水源要解決 待會上去越過2027 一路往金子山方向上升 就會接到人輪領導 呼啊呼呼 歡迎歡迎 很安全耶 很平喔 紮營 難得有片平坦的草地 大家都想歇個腿 連扎營都說出口了 但山上風雲變幻 誰也說不準天氣怎麼變 邁哥想趁著好天氣多趕路 完全沒放慢速度 裝作聽不懂向導的暗示 繼續前行 大家走得累了 有人把眼神丟向東山大哥 他就像自動點唱機似的唱了起來 鐵費金嗓 唱的人精神大正 他自己也活力百倍 什麼活都搶著幹 沒有 是假設過來幫忙 把那個用掉 這邊有你要過來的時候 你只知道路的 對 我們來這個過來 我們來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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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東山大哥 不會 謝謝東山大哥 幫後面的人開路 那下次就比較好走了 好 來 這邊 基本上金子山東的路況還算好走 因為它的樹林不會太密集 也不會說像有些地方 是很多建築的貓民或蠻草 需要去鑽 那這邊樹林都還蠻開闊的 不會太密 可能是跟早期過去也有開墾 有關係 它長出來吃生物還蠻鬆散的 所以在裡面穿梭行走 原來這樣都很好走 沒有太危險的路段 剩600喔 鼓舞士氣的方式百百種 不知道誰開始拋出一個數字 剩600喔 不知道是高度還是長度 反正過一段時間 就會有人喊剩500喔 數字越來越小 似乎離目的地就越來越近 期待數字歸零的心情 沖淡了身心的疲累 支持著大家一步步向前推進 甘酌萬群峰位於中央山脈 北三段向西分岔的支線棱脈上 包含著射大山 木山 火山 甘酌萬山等四座百月 另有三叉峰 甘酌萬東峰 卓射大山東峰等幾座未名列百月的 3000公尺以上高山 由於形勢獨立 崩塌處處 甘酌萬群峰成為台灣越人心目中 難度極高的行程 又稱為甘酌萬橫斷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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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經過2027方了 準備要用用用用 上切林道了 要上了林道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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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岩石 快2100了 加油 還有500公尺 加油 加油 太多 好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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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有 號角響起了 攻擊發起 衝啊 衝啊 號角響起了 剛好到以前林無疾滅留下來的那個水管 應該我們現在快到那個林道 帶走一小段就可以到了 這是以前伐木工人留下來的水管是不是 是是是 而且也看過他們以前 伐木坎道的頭看得出來 伐木的樹頭 對對對 這些檜木的樹頭其實很多耶 很多很多 你看很密集啊 我看這個都是了就坎過的 所以以前這邊都是檜木 檜木的森林 對對對 非常的多而且蠻密集的 所以我們現在看到這邊森林 應該都是後面才長出來的次森林 那這些檜木在早期伐木作業的時候 都砍伐運出去了 所以我們現在已經到了以前的伐木基地了 對對對 這邊離人輪林道應該不遠了 對 不遠了 大概再走一段就到了 對 因為林道開進來伐木作業 應該是在林道的上下 也不可能太遠 因為它還要集財啊 要拖運 太遠的話就拉不上去 對 所以我們現在看到這些伐木基地 應該就是快到仁倫林道了 對 是的 好 最後一段要上仁倫林道 不遠了 伐木作業已經過了一段時間 很久以前的事情 well 好啦 historic … 好 犀牲 明天 有問題 有光